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见 如果那一天你没多看我一眼 我就不会陷进天空之间 还带心肠为期限 如果我的用心你从没有发现 如果这样我是否该说再见 倒数到一起还有几天 感觉幸福纠缠一点 只能想像一起 但我没勇气 所以很想讨厌你 爱怎没有嫌弃 如你说曾经在意 会让我后悔太过压抑 只能幻想甜蜜 我不能自已 让我好好讨厌你 没有你的空气 我要怎么呼吸 像是我们之前幸福之灵 心动的回忆 这里哪里来的?整个树林 这里是一种女源 里面应该有人的了 我看你两个看看做什么吃 坤, 炸奶奶 我们不是菜, 我们想借电话 你赶走 你赶走 救命啊 救命啊 我都找你久了 你会见到他 福伯是家里的管家 这么大股中女原来你家? 回来了, 老爸 伯父 这是饼印的 我个人比较好多 你也骗我头了 原来你是名副其实的陆公子 难怪你刚才那么熟悉地头 当然了 不然我真的那么大胆了 偷人饮食 还有空做杂果雪糕 我真的没有 其实你有这么大的中女原 你这一生都不用休了 你为什么要做个找朝不晚的地陪呢 我努力站住做才能少赚钱 但我没说过不行 上次我借卡坏了 才问真真借钱 就算卡坏了 这里这么多工人 一个电话 钱就随随随到 有钱公子 我承认我是衣食无忧 但是跟有钱人不给 还差很远 大马不和香港 这些农地不值钱 何况不是我 是我老爸留下的 留他在这里 都是养着工人 让他们有工做 有东西吃的 那既然是早业 为什么你不回来帮忙 算了吧 你看这里 多见树木就少见人 中女到时候都会成熟 然后就收割 拿去炸油,有固定买家 货运队那里就有钱收了 全部都自动打开 这里有福伯搞定就行了 我在这里就只差一尺 朝夜,过来吧 我来,福伯 朝夜,好人都不回来 我开了猴山王胡佬S.O.给你吃 福伯,也是你知道我的心意,真棒 好 刚才你放下了二十扣 你有福了,让你饮食放下 不用客气,谢谢 少爺,究竟你也不肯回来 你这次回来就不要走 我也应该退休,你臭算了 中女院要交回你了 福伯,你知道我的 吃东西又不做事 玩东西比做东西多 何况你看,宏观满面 忠气十足感 你还要很久熬 不是的,最重要是你答应了我八爺 你答应了我八爺 要照顾中女院 如果你交回我 我万一敗了,那怎么办呢 但你下去了 就算我八爺不怪你 我们中女院这么多工人 他也恨死你了 你…你只认识我 别这样了,福伯 最多我多点回来 陪你妈烧酒,吃吃白姑娘 开心吧 罗小姐,你帮我看着少爺 他经常冒症、冒经 痛他? 福伯,我们像生牛河粉一样 很不熟 你公鞋不熟? 少爺好像带你一堆回来 福伯,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他女朋友 不要紧了 一次三两次熟 嘗嘗榴槤,全部都是酥酥熟 很甜,很補 不用了,不用了…謝謝 好,不吃不如喝湯了 这煲湯是福伯的拿手套器 叫金鳳雞湯,万一吃得 金鳳雞這麼有趣 我没听过 你先嘗嘗 在马拉高度哪里 金鳳是榴槤的一种 好吃 好吃 你这么没礼貌 榴槤啊 榴槤啊 既然都救过你 我去榴槤吃给你 好 榴槤啊 我去榴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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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把你拿出来的 榴槤湯而已 又不是榴槤 榴槤湯是榴槤 我去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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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榴槤… 你太大招呼了 我现在整个喉嚨 還是貓屎的味道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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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晚去哪里 電話也打不通 我掉了電話 我还叫你 真是的 那你到底去哪里 是啊 你怎么会在一起 你們整晚在一起 當然不是 其實我昨晚約了阿易 替她聊天 聊了通宵 刚才回到她 碰到她 那你呢? 你整晚都找不到你嗎? 我昨晚約了朋友 失戀發酒溫 我就回陪她 認識嗎? 認識嗎? 你這裡很晚了 快點叫你趕上班 你去榴槤 你去榴槤 是呀… 走吧… 最壞的是你 差點被他們倆問得嘴巴 又是我 你呀,我吃榴槤 我還沒跟你算 你昨晚睡覺了口水 我還沒跟你算 我抽到榴槤? 抽到你的口水 抽到你? 抽到你的臭壺 你呀,臭壺 你抽到香港腳? 你呀,香港腳 我今天去洗手間的時候 聽了兩位工作人員說 說公司快要賣盤 賣了之後 會把所有舊的員工解除 所以很多人穩定口腦 這些全年很打擊士氣 是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 究竟是誰傳出來 還有什麼居心 有件事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有一次在酒店裡 我就看到杜衛心和Sky哥 當時他們很熟,還之後一起走 他們在聊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真的太吵了 我聽不清楚 而且這件事這麼敏感 我又不想想想想 所以沒有看 那就糟了 不知道叔叔會不會跟那個女人合起來 還逼我去買一間酒店 所以故意散播謠言 不會 你跟Sky哥雖然很不合 但他不會出賣你的 很難說,人心難測 誰知道壞心給了什麼好處 再說,我跟叔叔的關係不太好 好,他替我不信眼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公司真的賣了一盤 換了一個信企的老闆 那到時酒店他就說了事了 Fanny姐的房子剛裝修完 她說霞昇打算搞一個家庭 我們打算夾展送她五十吋LED大電視給她 每人一千塊 不是吧?她的房子游過杯水 和換過沙發也要這麼重取? 你不是吧?Fanny姐現在由房務部 調去營運部 直接被Sky哥的 那個勢擺明是Sky哥幫Fanny鋪路 還有,現在全世界都在傳 黎絲快來買盤給杜惠心的集團 成事的話,Sky哥就更想一層留做CEO 到時Fanny姐就是營運總監 你想不想保住她飯碗? 黎絲真的想出賣盤嗎?是真的嗎? 什麼? 我們只是說賣碗而已 那家百貨公司清貨的碗一折 不知道你聽錯什麼 不是,Fanny 你們也在這裡嗎? 是…Fanny姐 你剛升職去了營運部 一定很忙,所以才這麼晚來吃飯 其實我也沒有升職,平調而已 沒有加薪 不過現在酒店事無大小也關我事 真想休息也沒時間了 當然了,營運部還要這麼多 Fanny姐你這叫什麼?能者多勞 不過有些人真慘 來了馬拉也不夠三個月 就埋錯了個核子反應堆 我想還是等陪葬吧 當然了 這張牌是營運部會來看著火 是,知道 輝哥 剛才那些百令姑姑的客人 原來是國際酒店集團的旅強人 杜惠森 他出了名字嘴鵰 不是突然急食肆他也不去 真的難得 他會跑來我的小店戶吃東西 而且他預約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了 聽說他之前提牌的小朋友 做負面經理 一個執訪工,還在酒店裡吃 如果他真的喜歡你的手勢 分分鐘他會請你去酒店做總廚 當時你飲食間就碰了 真棒 誰想到這麼遠 不過每個有水準的廚師 都希望遇到有品味有要求的食客 而杜惠森就是這種級數 我當是給自己一個考驗 難怪今天放假還要特地回來 演一個VIP食物 臭客人 俊哥… 外面的杜小姐叫你出去 這麼快有吃積表 出來領獎了 快點… 俊哥 杜小姐,這位就是我們大主人前進 你好,杜小姐 會不會以今天的百令姑 二十多年前我在這間餐廳上行 好,後來是少來了 不過聽說最近這間餐廳 連著一個很出色的大廚 不過手勢很好 那就抱很大的期望來嘗嘗 怎麼知道原來味道是不外如是 不是,應該是大不如前才說 不知道食物有哪一方面的不足呢 我們會盡量改善的 你看白令姑 跟這道菜全部都不配 味道有那麼淡 聽不到也吹不到白令姑的鮮味 那時候簡簡單單 就算是一個奶油雜拐 我也覺得很好吃 因為有感情分在裡面 所以只要你做回以前的水醬 我已經覺得很滿意 但很可惜你一年 我連基本的水醬都做不到 如果杜小姐不喜歡吃那麼淡 我們再做一份給你 不用了,我不想再失望 那隻劑子給我,謝謝 多見還會還有折扣 你自己隨便看著 謝謝 怎麼樣?做得好嗎? 也不錯,同樣都是招呼客人 不難適應嗎? 那就好 謝謝你 多虧你才這麼快找到新工 對手之勞而已 怎麼樣?你的朋友好嗎 他還在家裡休養 定時要做物理治療 雖然算是好一點 但還要透過多個月才能上班 所以我欠你的錢 是呀,千差吧,我們不是喜歡你的錢 是呀,他有名字叫的 陸公子,真是公子哥兒 他家裡有很多錢 我想他吃到八十歲 還沒吃到你的一萬多千 是呀,繼續傳吧 三方謠言 傳到我就是變成了大賣的首富 傳你有錢 比傳你的顏色賤格下樓還好 是呀… 是呀,我 不知為什麼我跟他鬥心嘴 我有書給他 小姐,麻煩你 我先去工作 謝謝 小姐,這款沙質衣服比較容易走線 所以穿的時候最好配無扣的手袋 另外穿和脫穿的時候 最好遮蓋唇膏化妝 那些衣服就不會那麼容易有污漬 好,謝謝 你真是細心 人生真的很奇妙吧 因為一件衣服而沒了工作 現在又跑來買衣服 不知道衣服是害我還是幫我 人生很有吸取經驗 剛才我老闆娘跟我說 說你工作又勤力又細心 遲些會加你薪 雖然這裡沒有酒店那麼好 不過堅持,努力是有回報的 其實我一向工作也很小心 Grace Brown的裙子 一定不是我勾難的 為什麼Fanny要冤枉我 要我走得那麼難看? 前兩天Rachel和Betty來看衣服 她倆一見到我就瞄我了 我的心真的很難受 我真是冤枉的 不要這樣,事情已經過去了 別再想了,人應該向前望 人在做,天在汗 如果Fanny真的做了壞事的話 一定會穿布的,只是等時間而已 不用刷了,有時間去刷你師傅的臉 她的臉,黑個鑊底 鬼嗎?明天杜衛森又預約了位 還指明說要什麼掃吃白玲菇 不知道是不是玩意 這位高拳仲的女人也不知道是想什麼 要吃白玲菇也不說怎麼做 要人自由發揮 這就等於比武 不告訴別人用什麼兵器 刀劍槍長短棍還是赤手空拳 怎麼知道她在哪兒反 那又怎麼樣?我又不能代她上戰場 有的我又不虧 真可憐 每次她有事想不通 都會這樣一飛筷子 上次俊哥看完杜衛森的臉色 她的臉我難看了幾天 如果明天再受罷 我和你都沒有好日子過 有機會再開架一下她 小徒弟 我走了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也給我機會 我今晚陪女朋友也行 你也很晚了, 餐廳遲了打藥嗎? 我走了 晉師傅還沒走 我又怎麼好意思走 發生什麼事? 明天有個很尷尖的客人要來 晉師傅在想怎麼服侍她 想到頭髮都白了 煮東西吃得難得前進嗎? 是誰人 服侍女人難, 服侍女強人更難 你同行, 杜衛森懂不懂? 杜衛森? 她有什麼麻煩 那天她預約了兩個位置 到頭來只有她自己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失約 令她心情不好 她捉住俊師傅的菜 不斷彈… 令俊師傅借了幾天 明天那個女魔頭又來了 俊師傅又受懶了 明天預約了多少位? 也是兩位 說不定是約了那天失約那個人 不會, 物貫天吧 你是酒店的人 同行如敵國, 她約她幹什麼? 難道我還說? 我希望我猜錯了 這些普通人事調動很正常 Sky哥很重要嗎? 你老闆沒了他不行嗎? Sky哥是老臣子, 也是高層 如果真的合在杜衛森來搞事 女的外合起來 整間尼斯酒店就會反轉了 到市房就沒有定期了 這麼大罪? 今天這道菜很特別 有一種很清香的味道在裡面 跟白玲菇的味道很配合 但是我又吃不出什麼東西 可以帶出這個味道出來 因為杜小姐你 這次指定要吃素食白玲菇 所以我除了加了薯蓉、蘑菇蓉 陳皮絲和海鹽來豐富它的味道之外 我還特別加了橙皮絲 來提升它的香味 令白玲菇的鮮味更常一層樓 是橙皮絲 有心思想, 別碰 謝謝, 不錯杜小姐 珍珍 請問一下, 答案 怎麼樣? 我答案 我答案 請問我出現了 我答案 我答案 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裡給了很多很難忘的回憶 也很懷念這裡的百年屋味道 有句話, 景物依舊, 人面絕非 這裡的老闆和大廚已經換了幾次 雖然餐廳的名字沒有變 但你已經不同以前了 就算變了, 也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要我出來, 到底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 你好嗎? Martin? 什麼事?現在我沒空 待會兒屋到假位? 好, 那你賣掉吧 有什麼要跟律師說, 再見 Martin是我地獄的丈夫 變賣物業, 很多離婚後遺症 不要用憐憫的眼光來看著我 還是多虧你, 我才有這兩件婚姻 不過這樣, 我旅任丈夫給我的賬養費 足夠在Mann Hatton買個Pan House 我衣食無憂, 我比很多人好多 那就好了, 反正都是你的選擇 我連想知道的認識都沒有 我們真的沒話可說嗎? 只可以談公事? 好, 那我替你談公事吧 好, 那我替你談公事 對不起 好, 請教主 我替你談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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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你見公事 我認得你, 你是要找我助手 小妹妹, 不要想著用這麼廉價 同情眼光來看著我 還要令我打燒她收購酒店的念頭 其實任何一個老闆公司等地方 我們都會考慮 分成這裡藍天壁… Sky哥, 承衣服怎麼也賣不到錶 什麼事這麼失準?酒店一會好嗎? 有好的佩服 杜小姐是暗時會作出收購嗎? 好, 有了決定之後, 我會公佈 這裡的酒店業將會有一個重大的 好了,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杜小姐的指數 這個杜惠心真是本事 最近很多媒體都訪問她 一個女人可以在國際集團 爬到副行政總裁這個位置 真是不簡單 弄得那些男人都自愧不如 對, 聽說她是檳城人 如果是否真是檳城之光? 那又怎麼樣?她開心嗎? 你又知道她不開心? 你認識她嗎? 你的樣子好像有點惹 不知整晚都心不在焉 難道是因為她? 其實杜惠心當年是理事做的 老公子, 什麼事? 你在哪裡?我在酒店 我也要少跟你說 我剛剛進了保安室 好, 我馬上來找你 黃主任? 你一天到一刻在螢幕上看到這麼多同事 聽到她說是非嗎? 羅小姐, 其實我只是作畫面監控 真的不妥, 我才開口聽 那倒是, 私隱了吧? 小姐 認識, 可不可以讓我進來嗎? 行, 行 找我這麼急, 什麼事? 我已經找到了很重要的情報 不過昨晚太夜沒找你 你先喝一頓茶吧 又騙人騙食, 不想當 我還沒看過 保安室真是很嚴密, 每個地方都看得到 如果再看十天前 在總統套房外面的CCTV 你猜得行不行嗎? 你想查整男貼裙的事, 幫而理身冤 黃主任 這段片就是十天前 總統套房外面走廊的情況 如果可以證實那天 除了Elaine和Fanny之外 還有其他人進過去 又或者查到什麼蛛絲馬跡 那就可以幫Elaine平凡 找出弄破Grace Brown的真正兇手 這段時間應該是Fanny 接到Grace Brown的命令 去拿他的衣服去洗 然後Grace Brown就離開了 然後也沒有人進過去了 先玩玩吧 我記得當天Elaine收拾了電話 我去了西翼Sky哥宿舍外面去拿 我還聽到Elaine接到Fanny的命令 去總統套房,那時候是三點二十分 這樣真是奇怪 為何遲了十五分鐘 Fanny才叫Elaine入房呢? 那十五分鐘她在那裡幹什麼? Sky哥也來了,就出事了 Grace離開,Fanny接到命令之後 Elaine入房之前就沒人進去那間房 那就是說 如果Grace Brown交裙子給Fanny的時候 裙子已經爛了,那早就出聲了 很明顯就是兩功扎死兒子 兇手不是Fanny,就是Elaine 慢著 點東西吃吧,幫我點了 好… 我要這個 我還是覺得你越來越難受 你以為你自己很輕香? 我不想跟你說話 我當然不想跟你說話 Fanny姐 幹什麼?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簡直是搭配 口唇膏、指甲油和戒指 簡直是完美的配合 你的戒指的設計很獨特 我在外面當然沒見過 算你識貨了,全大碼只有十隻 是著名的設計師Petty Kay做的 難得知道了 可以拿出來給我欣賞一下嗎? 你操手操腳,花了賣身,不行了 我不是問你 這隻戒指在我收集中 算是最便宜的那隻 看你今天嘴巴挺甜的 就讓你見識一下吧 不過小心點,你賠不起的 知道嗎? 我會 這款接觸的手工真的很精緻 要不然是嬌女兒 一定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完全碰到 果然正確確鑿 我沒估計錯 二方呢?Dilene,我進來了 Dilene? 劉姊姊 你被人解僱了,你回來幹什麼? 現在開公堂嘛 當然有原告和被告 二廉回來很正常,對吧? 你說什麼?我不明白 識識跟公子告訴我 整個Blaise Brown的裙子 其實是另有內情 真正的兇手是你 不要,你們不要亂說 不要? 那為什麼你的戒指的雙邊位 有條紅色的絲線勾住在這裡? 什麼? Grace Brown的裙子 是用紅色的真絲料做的 如果沒猜錯 這條紅色線是由你的戒指勾勒勾出來的 給我戒指勾 你們一個人一起合妝 我說什麼都可以 我們不是胡說的 我們其實翻查閉路電視 Grace Brown三點零五分 是離開了她的房間 你足足等了十五分鐘才叫Elaine 為什麼? 就因為你貪美闖禍 Grace Brown那天叫你拿衣服去洗 就離開房間 本來你打算叫人來拿衣服去洗 但誰知道你覺得這件晚裝裙子很漂亮 而你這麼貪美的性格 看到這條價值四萬扣的晚裝裙子 你怎麼捨得不拼上身體看? 是嗎? 你想了十五分鐘 於是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去找替死鬼 當時全家酒店最尷尊的是誰? 就是Elaine 於是你就打電話 Elaine,立刻跟我上來總統套房 Grace Brown要用衣服去洗 你心虛,怕露出馬腳 於是就脫掉戒指 放進自己的外套袋裡 你很喜歡這隻戒指 你基本上每天都會帶著戒指上班 就是誰都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 你帶著戒指進房間 出來的時候會… 沒錯的 慢著 多看清楚,CC 什麼? 他進去的時候是有戒指的 為什麼出來之後就沒有戒指? 為什麼? 因為你逐策心虛 這隻戒指就是空文 而你就是整天晚裝的真兇 你身為酒店高層 做錯事不單止不認錯 但我還將責任推卸在下屬身上 如果我還留你在 我怎麼跟其他員工交代 我知道了 你一向都不和Sky哥 你明知道Sky哥看我就向我下手 我現在要去找Sky哥 Sky哥 Sky哥,他們整群家都來冤枉我 說要解僱我 你放心,我知道了 整件事我去公正處理 你們說要解僱Fanny 我覺得不合得 我去找你,你去找我 Sky哥,Fanny做錯事 不單止不認錯 重商責任推卸給下屬 如果我不解僱他的話 我怎麼跟其他人交代 如果上層職員做錯事就要解僱 那尼斯第一個要解僱的就是你 尼斯之所以千瘡百孔 是因為你領導無方 只要你離場,尼斯才有希望 Sky哥說得對 對,哥哥,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我別說了 你根本就不會管理你這酒店 我跟杜衛森確實很熟 如果他要收購尼斯,我就會做CEO 而Fanny就會升營運總監 Sky哥英明 由Sky哥領導的酒店才會有希望 麥先生,你別說太過分 這酒店一天沒賣 Yvonne一天都是老闆 他是有權解僱你的 你敢?尼斯沒了我就立刻執入 你只要敗了你爸爸的酒店 你還是盡快把尼斯賣給杜衛森 還可以收回老闆 麥冠天,我一直很敬重你 當你是長輩 現在你竟然打迷杜衛森來逼我埋盤 就算你和爸爸有交情 對酒店的建立多有功勞都沒用 麥冠天,只要你威脅尼斯 我就要解僱你 你們不要冤枉Sky哥 我一個人比他為酒店付出更多 你不要再替他說好話了 大家聽著 我是不會離開尼斯 我會保護他,也會保護你們 我不會讓人在這裡搞亂當 由今天開始,我的說話才是命令 好,罵得好 這樣才像樣 以後就保持這份氣勢 用這團火,很可以發展尼斯 那我就放心 Sky哥,你說什麼?你不是說同道是心… 由始至終,我沒想過出賣尼斯 這些全部都是你作出來的謠言 Sky哥,我… 你跟我出身 似著我還用你做一個胡搞撫威 現在竟然還想弄死你 我是絕對不容許你 傑哥,你是否有什麼誤會?我真的沒有 我已經問清楚Rachel 是她親耳聽到你,在散播謠言 說酒店會賣盤 是呀,Betty還有其他同事也聽到 Fanny,你就想唱到Sky哥和Yvonne反世面 到時Sky哥就會和杜惠心合作 你就可以升做營運總監 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Sky哥是不會背叛尼斯的 她只會和Yvonne一起搞好酒店 是呀,我和Yvonne是有不合的 但這些只是溝通上的問題 是呀,最重要的,我們都是為酒店好 我一直期望你會成長 現在終於可以看到你有這條火 我就可以讓你退下來 哥哥,原來我一直都誤會了你 都怪我相信做Fanny 就讓我握著這條主意 剛才我說他們處理你的事不合作 是因為解僱你一次不夠 是應該解僱你兩次 第一次解僱你 是你弄破Grace Brown的晚裝 好,嫁禍以理,第二次解僱你 是你三波謠儀 算是酒店利益,所以你要馬上離開 總之幫Elaine平凡真是開心 這倒是 平時你說我卑鄙下流無恥賤甲 這次居然有機會讓我做到一個正義超人 猜得不? 我真的猜不到你 難怪你說要把Grace Brown的裙子找出來 原來就是想拆一條線出來 裝Fanny 只是她作賊心虛,我才有個入賭 你想到解僱你再裝Fanny,我明白 但為什麼你這麼肯定 Sky哥不會出迷離私? 你別看Sky哥這麼不忌 其實他很重情義 大約四十年前左右 Yvonne我爸爸開了一間蚊營的酒店 Sky哥跟他是沙寶的兄弟 就幫他一起打天下 那時候杜偉心 只不過是以迴報的一個小小的助理 但他跟Sky哥兩程相約 本來大家都很開心 後來最壞了 KL那邊開了一間五星級的酒店 杜偉心想跟上一層樓 就拉攏Sky哥一起跳槽 但Sky哥答應了Yvonne的老爸 一起打江山、打天下 當然堅決不肯離開 結果他就吵了一場大交 就這樣,他們兩個就散了嗎? 他們兩個真的沒再見面了 杜偉心結果兩次婚 之後還是離婚 Sky哥到現在都是自己一個人 自己是一支公 所以酒店西翼那邊 他始終跟離婚都是分不開的 那天我在餐廳看到Sky哥 跟杜偉心不歡而殺 杜偉心做顏紅龍 原來他還放不下 還有他還怨恨離婚拆散他們 杜偉心放不下,Sky哥不是一樣嗎 他們大家都只顧著對方 當然,只不過是愛冤面子和自尊問題 總之二十多年 他們都活在痛苦之中 不如這樣,既然神怒一有心 傷亡有夢 我們是不是應該為他們做點事呢? 你這次的烹調比上次又順暴了 這塊白玲菇比二十年前 我在這裡吃得更好吃,我很滿意 謝謝杜小姐讚賞 我將來會更加努力 好,以後我再來檳城的話 這裡就是我的食堂 謝謝杜小姐,慢用 吃得更好吃,下次做給我吃 杜小姐,妨礙你嗎? 日二本派你來的 我吃東西的時候我不喜歡談公事 不是,我想跟你談私事 就是這裡,Sky哥住在這裡 他一直都沒有離開這間酒店 黎絲是他的生命 他果然一切來不開這間酒店 其實他是… 有一件事他還未放得下 和他捨不得的 就是他了 我沒想到這個龍去沒有等待 我記得有一次我經過 對,琴奴絲網,對,那邊… 這邊,對,好,對… 小心,不要把龍剪掉了 你真是這麼笨蛋 我看得出Sky哥是很緊張這個敗徹的 後來我聽員工說 唯有一次酒店擴建 有些工人不小心拆掉他 丟掉了肥料堆 Sky哥他很緊張 他馬上跑去肥料堆收拾好他 之後還找人收拾好他 還想在他自己的宿舍門口 讓他每天出來都可以對著他 不錯 當年我們是為了跳槽的事 喊蟲戴架 因為他不肯走,所以我很生氣 我就送了這個鳥籠給他 我還笑他說他是龍中人 驚風怕浪 不敢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當年還很年輕 我性格很穩定 所以我說了很多傷害他的說話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 性格這麼多人 我以為他已經忘記了我 我以為他會扔掉這個籠 想不到他還保持到現在 那些說話我還記住到現在 Sky哥他不肯放棄這個籠 是因為他不想忘記你 他根本是一個重審而的人 對你是這樣,對這間酒店也是這樣 他根本還很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其實我何嘗不是 我和他最開心的事 就是我們以前兩個一起在酒店做的時候 其實今次我回來收購這間酒店 我還是想買回一些美好的回憶 但是這樣做會對他傷害的 是,我已經收藏了他這麼多年 令他套苦了這麼久 我想我不應該這麼殘忍 杜小姐 你會不會放棄收齊利士的 既然這裡有這麼多這麼好的回憶 這裡也是他的家 我只好應該怎麼做 我身後面這條就是檳城大橋了 就是連接檳城島和馬來西亞半島的重要交通命脈 也是亞洲最長的橋樑之一 坐車經過沿途可以看到檳城港灣 也可以見證兩岸的新舊發展 是一種快速欣賞檳城的方法 愛的心腸為期限 如果我的用心你從沒有發現 如果我的用心你從沒有發現 如果這樣我是否該說再見 如果這樣我是否該說再見 倒數到一起還有幾天 感覺幸福就穿一點 感覺幸福就穿一點 只能想像一起 但我沒勇氣 所以很想討厭你 愛怎沒有嫌棄 如你說曾經在意 會讓我感到你